伊斯兰党方面, 光拉尼鲁斯国议员 Nadu Mohamor-Kailuddin 被党中央撤除中委职位 引发领袖之间的口水骂战 不过党主席Dansir Haddi-Awan 认为99.9%的党员 同意割除 Kailuddin高职的决定 而且这是伊斯兰党内部问题 没有必要向大众交代 哈迪-Awan 尽早在鲁西拉清真寺 发表演说后强调 Kailuddin没有被开除 只是从中委名单中处名 而且巫统和伊斯兰党的 国民共识关系无关 尽管哈迪-Awan 没有明确的交代原因 但他也解释 在隔职前 他曾经劝告Kailuddin 至于后补人选 哈迪-Awan也说 党领导层会视情况而定 目前党内运作一切如常